现在我们已经动了瘦颈卵 一带大鱼就是紧张了 他应该不会紧张吧 他就只是去那个 取筋对啊 今天是来取筋的 取筋 挑片比我们取筋的过程还要久 哈哈哈哈 Hello 大家好 我是芝西 今天要来教大家做几个简易的运动 初学者也可以非常容易的上手 这样缠住 绕一圈 这只脚也是绕一圈 从中间这样子拉起来 跨过你的大腿 这里就会有很紧的弹力声 上去的时候 记得屁股一定要夹紧内缩 小腹要出力 然后膝盖打开 记得开的时候屁股也是要hold住 膝盖打开 回来 回来 啊啊啊啊啊啊 过年就知道大吃大喝啊 我们搬新家的时候 就是办了很多就是 露触趴 一直吃一直吃 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就这样子胖了 强强 就是陈志强 他又在摸着我的手臂的时候 他又说 哎哟 最近很壮哦 我当场哭耶 我就觉得很受伤 因為那時候就已經陸陸續續有聽到就是 欸 智希是不是懷孕了 然後他那一句話就是壓到我最後一根道場 爆炸 他很愛運動 所以他就是很閒啊 沒有工作的時候他就會來健身房 然後我就會陪他 但他也同時很愛吃宵夜 他又是個吃不胖的體質 他不運動反而是變瘦 他要吃那我就跟著他一起吃 結果我就越來越胖然後他就越來越瘦 之前在摩托爾的時候壓力很大 因為大家都很瘦 然後我又很矮又胖 然後那時候就必須要急速瘦下來 所以我是靠不吃東西 是完全不吃東西 要多喝水 所以那陣子我真的瘦很多也很快 但就是很虛 就是突然會心悸那種 然後走路還會抖的那一種 就是很長扭到腳 然後那個師傅就摸我的骨頭 他就說 你是不是身體很虛 你有沒有吃飯 大概我23歲的時候就已經有察覺到 我的月經很不規則 那時候才發現有巧克力囊種 治療的過程之後就會做一些 子宮頸抹片 然後發現子宮頸抹片 人類乳突病毒那個是不正常的 就是我有子宮頸癌的風險 就先開了一次刀解決巧克力囊種 然後我就不管他 想說我還年輕他會自己好 4、5年前 我就再去剪他一次 他就是變成子宮頸原味癌 就是一定要開刀 然後不然他就是會變成癌症 癌症 對又再動了一次刀 其實巧克力囊種 跟子宮頸癌的那個原椎狀切除 他都不太會影響到受孕 我本身就是復刻不好 所以本來就很難受孕 後來就決定說那太煩了 那我們就先動軟 然後試試看做試管嬰兒 現在我們已經動了受孕軟 所以現在不是在等時間內 對 也算是 然後想說過晚年 因為過年一生都休息 標準好像應該要有3以上 會比較好一點 第二次測出來是5.7 我就 應該預計可以取到20幾顆卵 休息不夠或者是怎麼樣 不知道 取出來最後只有13顆 他就是會一直對半砍 所以現在大概剩5顆 他應該不會緊張吧 他就只是去那個 取經費 今天是來取經的 取經 小房間 完整的影音設備 舒服的沙發 旁邊有洗手台 衛生紙 應有盡有 點進去大概有一萬片 挑片 比我們取經的過程還要久 三立娛樂新聞 西天取經報導 這個新的一年馬上就要開始了 祝三立新聞網的朋友們 祝各位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祝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龍年 天天開心 天天開心 開心 天明天小歌 請下午 心想世神 幸福滿滿 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年行大運 龍年行大運 身體重如龍 龍年行大運 楊